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千名西班牙人因为野火已被要求撤离家园 同样在希腊森林大火再次肆虐 村葬必须撤离 在西班牙 一个农村地区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森林火灾 自星期六以来至少已经烧毁了12000公顷的土地 有一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着火之后大火开始燃烧 由于这个地区以上炎烟和干燥 这几天风热很大火势迅速蔓延 当局部署了大约1000名消防员 140名军人撲灭大火 临着出动直升机和灭火的飞机 在森林大火 持续了几个星期的希腊 首当亚点东南部和西北部的几个村庄已疏散 最近几天港口城市拉夫利奥附近的松树楼又出现了新火灾 今年夏天 希腊总共有大约10万公顷的土地被大火烧毁 回到阿富汗 昨天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 占领了总统府阿富汗总统加利已经离开了阿富汗 并发表了声明 塔利班在完全控制局面后宣布赢得胜利 战争结束 将改名阿富汗伊斯兰邮长国 塔利班的发言人沙印对BBC说 塔利班寻求在未来几天 在阿富汗和平进行权力的移交 他说 我们向人民 特别是克布尔的市民保证 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他还声称 塔利班执政之后将允许女性接受教育 并将保证媒体的自由 正其言观其行 联合国安理会方面决定在16日早上 就当前阿富汗局势进行紧急会议 联合国备事长古特雷斯将出席会议并进行报告 美国国务院星期日晚间表示 60多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 称必须允许想要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人和国际公民离开 机场和过境点必须保持开放 卢头社报道说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卡塔尔和英国在内的国家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阿富汗各地的权力和权威人士对阿富汗的局势 富有责任和义务 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 并立即恢复安全和民事秩序 联合声明的其他签署国家 包括智利、哥伦比亚、哥斯塔尼加、捷克、丹麦、多米尼加、 撒尔雅多、爱沙尼亚、芬兰、希腊、荷兰、 新西兰、西班牙、瑞典、乌克兰和也门等等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今晚 就阿富汗局势向全美国发表讲话 CNN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 美国已经完成了驻赫布尔使馆人员的疏散工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如果执政的阿富汗塔尼班不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权利 这样就应该对他实行制裁 布林肯在接受CNN采访时说 如果塔尼班将要领导的阿富汗政府支持国际社会 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如果他们不承认阿富汗人的基本权利 并重新回到支持恐怖分子的立场上来 这样就将采取制裁 塔尼班的人将无法旅行 美国首相约翰逊 敦促联合国和北约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阿富汗的局势 法国总统府15号对法新社表示 法国当前绝对的首要考量 就是仍然处在当地的法国公民 以及驻外机构工作人员的安全 日前法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并未关闭 但自今年四分以来 法国就一直呼吁 在阿富汗的法国公民要离开阿富汗 另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说 俄罗斯暂时不承认塔尼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 俄罗斯外交部人士说 所有一切有他们自己的时间 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说 俄罗斯准备跟阿富汗过渡政府开展合作 一直以来 俄罗斯方面都主张组建过渡政府 针对阿富汗当前的局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说 阿富汗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 华春莹今天在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 阿富汗战乱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 停止战争实现和平 既是三千多万阿富汗人民的一致深圣 亦是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期盼 华春莹注意到阿富汗塔利班方面的表示 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 将协商建立开放 包容的伊斯兰政府 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确保阿富汗公民 和外国铸亚使团的安全 他并且说 中国期待这些表态能够得到落实 确保阿富汗局势 实现平稳过渡 压制各类恐怖主义 和犯罪行径 比阿富汗人民能够远离战乱 重建美好的家园 至于是否计划从阿富汗撤离中国的外交官 华春莹说 中国驻阿富汗使馆 仍然在正常运作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和使馆人员 仍然坚守岗位履行职责 不过他提到 大部分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 已经在使馆的安排之下 先期回国 现在还有一些自愿留下的零星人员 中国驻阿使馆 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目前他们都是很安全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阿富汗总统加利 已经过境塔吉克斯坦前往阿曼 塔吉克斯坦外交部 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说 加利乘坐的飞机 未曾进入他们的领空 也未曾在这个国家降落 报道说 塔吉克斯坦民航部门 曾经跟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伊朗等国家的民航机构沟通 确保加利所乘坐的航班 能够从这些国家领空通过 据今日印度报道 在塔吉克斯坦15号 拒绝加利乘坐的飞机降落之后 加利目前正在阿曼 也有可能会前往美国 据荷兰媒体报道 今天阿富汗首都赫布尔 只是机场出现了混乱 很多人聚集在跑道上 飞机无法降落 人们还爬上机场的围场 希望进入 在机场里面 人们攀爬还没起飞的飞机 据荷兰媒体引述美联社的报道 至少有7个人可能因为枪击 或者践踏 或者其他原因死亡 其中有两个人 有视频显示 是攀爬飞机 在飞机起飞的时候 在高空下聚死亡 负责保卫机场的美军 曾经向天开枪警告 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荷兰记者安德烈 告诉NOS 赫布尔机场绝对混乱 但首都的街道上 就很安静 安德烈说 看来 人们肯定会担心会发生什么 塔尼班说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执政 不过 他们的发言人说 人们不必担心 他们想合作 亦不想在赫布尔打仗 但是很多人的等待之中 很多写字楼和商店都关门了 今天早上 确实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女孩子翻学的照片 荷兰记者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 人们虽然考虑到会再次禁止女子上学 但只要不是这样的情况 人们就会试图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塔尼班已经开始收缴赫布尔居民的武器 并在著名的陆区执勤巡邏 看守首相 吕特今天早上说 阿富汗局势 错综复杂 强调荷兰正在尽其所能 将大使馆工作人员 口译员 和其他值得我们保护的人 撤出该国 不过 吕特并没有说明其他人是什么人 荷兰国防部也已经计划安排多次飞行 前往阿富汗撤离民众 另外 俄新写8月16日报道15日晚间 在乌兹别克斯坦聚围的阿富汗军用飞机 被乌兹别克的空军击落的原因是其非法越境 印度知名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8月15日公布了一项针对印度青年的民意调查 有77%的印度青年认为美国是最值得信赖的大国 同样有77%的人认为中国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大国 印度时报8月15日报道 这项民意调查 名为印度青年与世界 展现了印度14个城市 2000多名印度青年 对于外交事务的看法 根据民调结果 受访者基本赞成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 调查结果还显示 超过77%的受访者 将美国评为最值得信赖的全球大国 跟着美国之后的是澳大利亚 俄罗斯 日本 法国 英国 欧盟 斯里兰卡 就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邻国 据美联社今天8月10日报道说 一名中国年轻女子说 她至少跟两名维吾尔人一起被关在中国在迪拜的一个秘密拘留所里面 困了8天 这可能是中国在境外经营的所谓黑监入的第一个证据 这份报道说 这名26岁的女子名叫吴欢 因为她的未婚夫被认为是中国的疑见分子 为了避免被引渡回中国而逃亡 吴欢告诉美联社 她在迪拜的一间酒店被绑架 并且被中国官员拘留在一个被改造成监力的别墅里面 在那里 她看到或者听到了两名另外的囚犯都是维吾尔人 她说 她被用中文询问和威胁 并且被逼签署法律文件 指控她的未婚夫骚扰她 她最终在6月8日获释 现在正在荷兰尋求庇护 中国外交部否认了她的说法 发言人华春莹8月10日对记者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个人所说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中国驻迪拜领事馆亦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美国国务院 对吴欢的具体案例 及其在迪拜是否有中国人经营的黑暴房 亦没有发表评论 据说 后来这名叫吴欢的女子被释放 从迪拜前往乌克兰 和未婚夫团聚 又一起来荷兰尋求庇护 不过荷兰今天还没有消息的报道 这里是荷兰与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看看中国的消息 开始放松与严格的检疫规定不到两个月 香港又收紧从美国、法国、西班牙等16个海外地区入境人士的检疫要求 香港政府星期一发布声明 15个海外地区由中风险提升到高风险 意味着从8月20日开始 从这些地区返回香港 已经接种了疫苗的居民入境后 必须在酒店隔离21日 游客和未接种疫苗的居民 就不再允许入境 此前 抗体检测结果显示已经接种疫苗的居民和游客 只需在酒店隔离7日 全球第三繁忙的港口 中国的宁波集装商码头 截至星期一已经是连续大陆日 部分关闭 而市场一直担心 码头关闭 是否会长期影响这个地区的贸易 据彭博社报道 周三港自从上星期三未来 没有发布任何业务更新 当时一位员工的病毒检测程阳盛之后 共事暂停了其他 在梅山港区的所有进出集装商服务 这个港区 占到周三港集装商处理量的25% 但周三港曾经表示 将船只转向其他码头 并调整其他码头的营业时间 据北京市潮阳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号 潮检在线通报 北京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 经依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吳某范 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 此前7月18日 中国一名19岁的女子在微博爆料 说加拿大籍华裔艺人吳亦凡有奸未成年少女 以各种方式、密式、诱骗年轻女性 与她发生关系 这个事件 主引于娱乐轰动 7月31日晚上 北京市公安局潮阳分局 发布情况通报说 针对网络举报的吳某范 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有关情况 经警方调查 吳某范因涉嫌强奸罪 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今天已经宣布正式的逮捕 有法律专家认为至少判五年 今天新闻就报告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再见